好,那根據我們剛剛對假設檢定的五個步驟 做分析之後呢 我相信同學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所以呢我們下面有分成幾個部分 我們會先針對母體的均術做假設檢定 然後呢我們還會再介紹對母體的比例做假設檢定 最後一個部分呢 我們有分析對母體的變異數做假設檢定 好,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對母體的均術做假設檢定 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分成大樣本或小樣本的情況 那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對母體均術做假設檢定 我們有兩個檢定統計量 假如你母體的標準差為已知的時候呢 請同學用上面的這個檢定統計量這個Z的公式 那當你對於這個母體的標準差未知的時候呢 請同學用下面的這個公式 X bar減掉mu除上根號m分之S這個公式 那因為它都是在大樣本 那同學你就會知道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即使是T分配 也以標準常態分配為極限 好,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們可以用這個第二個公式 好,那我們現在後面呢 我們就介紹幾個例子讓同學能夠更熟練我們怎麼樣 這樣做這個假設檢定 好,那我們先舉第一個例子 好,那我們現在有一個產線 這個產線呢 其實是生產我們的這個螺丁 那原則上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螺丁長度呢 平均長度是2.5英寸 假如我們的這個螺丁的平均長度呢 不是2.5英寸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的機器必須要被調整 好,那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當然我們產線都必須要做一些 基本的一個分析 好,那我今天呢 從這個產線裡面呢 隨機抽取了49根螺丁 好,那我根據這個樣本的資料呢 我們知道這個螺丁的平均長度呢 是2.49英寸 那標準差是0.021 那我們要問的是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呢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 這個機器呢 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調整 好,那根據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資料的背景 同學要記得 我們在做假設檢定的時候呢 第一個步驟 我們必須要把設定先寫好 所以我們的虛物假設是什麼 我們的機器不需要被調整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虛物假設是什麼 我們的這個螺丁的長度 μ是等於什麼 2.5 那我們的對立假設是什麼 我們的機器呢 是必須要被調整的 那所以我們的對立假設是什麼 μ不等於2.5 所以根據這樣的一個假設設定呢 各位會發現其實這是一個 雙尾的檢定 好,那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 雙尾的檢定 我們在分析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選擇 我們的適當的一個統計量 我們必須要藉由這個統計量 知道我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分配來做分析 好,那因為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說母體的均數是 符從常態分配 所以我們後面會用這個常態分配來做分析 這時候呢,根據我們的這個資訊 我們知道呢 我們的這個統計量 檢定統計量是要用Z score 但是因為這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 整個產線的螺丁的標準差 螺丁長度的標準差 所以這時候必須要選第二個 這個檢定統計量的一個公式 好,這是第二個步驟 那第三個步驟呢 我既然已經知道了 我要用常態分配來做分析 好,所以我先畫了一個 這個標準常態分配的圖 這時候呢,我的顯著水準是什麼? 0.05 分佈在左尾跟右尾 好,所以我分別去查它的臨界點 所以我有兩個臨界點 負1.96跟1.96 那當我的這個未來 我的這個值 Z的值 假如是介於負1.96到1.96之間呢 我就不拒絕虛無假設 那假如它是小於負1.96 或者是大於負1.96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必須要拒絕虛無假設 好,所以第三步呢 我們已經決定了接受欲跟拒絕欲了 好,第四步呢 我們就要去計算 我們的檢定統計量的值 好,這時候呢 我們要先算一下 我們的這個亞門均數的標準 差根號m分之s 好,我們算出來它的值是0.003 那這時候呢 我可以再進一步去計算 我們檢定統計量的值 我必須要再提醒同學 我們知道我們的樣本的均數是2.49 那我的mu從哪裡來呢 別忘了是從虛無假設而來 所以要減掉2.5 那我們已經知道呢 我們的這個x bar的標準差是0.003 所以我們算出來我的z值是-3.33 好,這時候呢 第五步我們要做決策制定 那同學你會發現-3.33 其實是比我們的 左邊的臨界點-1.96還要小 所以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 落在拒絕欲武 所以我們必須要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從這個案例我們會發現 我們今天從產線隨機抽取49 跟羅釘 我根據這樣的一個樣本資料 我們去做一個檢定的結果呢 我們發現我們必須要拒絕 這個母體的這個均數為2.5英寸的這個虛無假設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的機器呢 其實是必須要被調整的 好,這是第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我們再介紹一下 我們說我們今天呢 學校的活動中心 附近有這個什麼 比如說茄子咖哩餐廳 好,那我們在這個學校的這個茄子咖哩 生意不錯嘛 那這時候呢生意不錯 他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去拓點 所以他在考慮呢 是不是在另外一個地方開一個分店 但是要開分店沒有那麼容易啊 你必須要做一些評估嘛 那評估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餐廳所在的地點必須要什麼 人潮比較多啊 那什麼叫人潮比較多 也就是平均每小時 他能夠至少要聚集有多少人 那比如說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的criterial是什麼 平均每小時至少要有100個人 來聚集 才可以獲利 所以這時候呢他們的這個這個 未來要設點的時候呢 他們的決策者呢 他們就選擇了某一個地點 好 那某一個地點呢 他就隨機觀察了40個小時 好 那這時候呢 他得到這個每小時平均的這個 這個行人或平均的這個 來來去去的人呢 是106人 好 那樣本的標準差呢 是10.7 那請問一下根據這樣的一個方法呢 這樣的一個資訊呢 他是不是可以去開設一個心電 那我們假設這個顯著水準是0.05 好 那從這樣的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研究的人呢 他已經隨機抽取了一個樣本 我們simple size是40 我們的x bar是106 那我們的樣本標準差是10.7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follow 我們要根據我們的這個樣本資料 我們要來做假設檢定 好 那我們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我們的虛無假設是 我們就恐怕沒有辦法去開電 那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來來往往的人呢 平均來來往往的人數呢 是小於或等於100 對立假設是什麼 我們是可以去開電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μ呢 是大於100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假設設定呢 同學你會發現其實是一個什麼 幼微的檢定 好 那當我知道我要檢定什麼 我的假設設定好了 這時候呢 我就要去選擇一個適當的統計量 好 那同樣的我們現在目前是對母體的均數做假設檢定 那事實上這個也是在大樣本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這時候我們知道我們的x bar呢 它的抽樣分配近似常態分配 那這時候呢 標準化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檢定統計量 那事實上 根據我們前面有提到的 在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對母體均數做假設檢定 我們有一個檢定統計量 那這時候呢 我們根本不知道母體的標準差是誰 所以我們還是用第二個公式 好 那我們的第二個公式呢 選定之後呢 我們知道它是服從什麼 常態分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用什麼 常態分配來做分析 好 那第三步呢 我們就要決定接受域 根據絕域了 那既然呢 它是一個幼微的檢定 好 剛剛有從假設設定 你知道它是一個幼微的檢定 好 然後呢 呃 它的這個顯著水準是0.05 好 那這個是一個常態分配的問題 所以同學你去查表 你可以得到的臨界點是什麼 1.645 所以呢 我們會知道當你的計算出來下面一步 計算出來的這個Z值 是大於1.645的話呢 我們就會拒絕虛誤假設 小於1.645的話呢 我們就不拒絕虛誤假設 所以 有了這樣的一個接受域跟拒絕域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趕快去計算 我們檢定統計量的值 好 那怎麼樣去計算 檢定統計量的值呢 比如說我的已經選定我的這個公式了 好 我把我知道的資料 X bar 是106 我虛誤假設 我的μ是100 好 那我的 n是40 s是10.7 我再進去計算之後呢 我算出來的Z值是3.55 好 那第五步呢 我們要做決策制定 那同學你會發現 欸這個3.55的值是不是比1.645 這個臨界點還要大啊 好 所以呢 你會發現應該要什麼 拒絕虛誤假設 所以換句話說 結論是什麼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呢 我們的這個茄子咖哩呢 他選擇的那個地方呢 他其實平均每小時的這個 來來往往的人數呢 是大於100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做為的 新開店的這個地點的一個考量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第二個例子 那第三個例子呢 我們也可以回到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平均的家庭人口數的一個議題 比如說我們在15年前 某一個地區 它的平均的family size呢 是3.17 好 那15年前也好一段時間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想要了解的是 欸這個地區 它的平均family size的情況 好 所以他現在呢 就從這樣的這個地區 這個母體裡面呢 隨機抽取 900個family 好 那這個900個family呢 它的平均的family size是什麼 3.13 標準差是什麼 0.7 好 那假設我們現在 我們的顯著水準是什麼 0.025 好 那我們請教一下 那現在我們要研究的這個地區 它平均的家庭人口數呢 是不是低於15年前的水準 好這時候各位同學想一下 為什麼你想要去檢定 它是不是低於15年前的水準 因為你心裡 私底下有一個想法 可能比過去的水準還要低 好 所以根據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你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你的虛無假設是 目前的這個地區family size的 平均family size呢 沒有低於15年前的水準 好 所以你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mu大於或等於3.17 好 那你的對立假設是什麼 喔 目前 我們這個地區的 平均family size呢 是 小於3.17人 好 所以這是你的對立假設 那這時候呢 從我們的這個假設設定同學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什麼 幼微的檢定 欸 對不起 它是一個左偉的檢定 好 那有了這個左偉的檢定 你已經明白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第二步呢 是不是要選擇 檢定統計量 我們是不是要選擇分配 那在這個case裡面呢 我的sample size是多少 900嘛 因為你找了900個這個family 來做研究 好 那這是大樣本 那大樣本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對母體均速做假設檢定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要選的這個檢定統計量 所以我們知道 它要用常態分配來做分析 所以這時候呢 你知道它是一個 左偉的檢定 所以你知道它的顯著水準是0.025 好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以去查它的這個 臨界點是-1.96 所以這時候呢 同學還是要養成一個好習慣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接受慾跟拒絕慾把它畫出來 好 畫出來之後呢 你已經明白了 那下一步就要趕緊去計算我們檢定統計量的值 同樣的我們還是要用第二個公式 因為我們往往不知道母體的標準差是誰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去計算了我們的樣本均速的標準差 然後呢 我們再進一步要計算檢定統計量的值 好 所以這時候呢 同學你根據樣本資料 這個x bar是3.13 我們的這個虛無假設的這個mu呢 是3.17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樣本均速的標準差的值 好 剛剛有算了 帶進來 所以你計算出來的 檢定統計量的值是-1.71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進入下一步 我們要做決策制定了 但是我們知道呢 我們計算出來的這個 檢定統計量的值-1.71呢 明顯的是大於-1.96 好 所以既然它是大於-1.96 所以我們就不會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寫一個結論囉 好 就是根據我們的這個樣本資料檢定的結果 我們會發現呢 我們沒有辦法拒絕這個虛無假設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資料顯示呢 這個地區呢 目前平均的family size呢 沒有低於15年前的一個水準 嗯 嗯 跟你們說 我們現在燈泡工廠最近發展出一個新的技術 什麼技術啊 該不會是夜市賣的燈泡珍珠奶茶吧 拜託 拜託 你有點common sense好嗎 拜託 我們現在技術無人能敵的 為了要證明說我家新燈泡真的比較強 所以呢 我總是實驗1萬顆燈泡 然後實驗結果呢 證明呢 它呢 壽命是3610個小時 比傳統燈泡還要多10個小時的壽命 所以我以後店家一定都來找我們進貨 真的假的 那這個數據沒有進行假設檢定嗎 當然喔 我是具有實驗精神的人 我說實驗1萬顆燈泡了 那新型燈泡的時候一定比傳統的還要有效 還要長 話說我假設檢定修得不錯 來幫妳算算看 欸它的p value是0.001耶 還蠻顯著的耶 你可以大量生產去賺錢的 不用在那邊讀書了啦 不過 統計上的意義和實際上的意義其實是有落差的喔 我建議啊 你考慮成本之後 再決定要不要進行大量生產 嗯 好的 那我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再做決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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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